在外面多给男人留一点面子 回家以后才有女子 这里呢是一条夜市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梅哥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女人最伤丈夫的三把刀是什么 刀刀刺痛男人的心 女人一定要注意的 这三把刀一定要注意的 这三件事做多了 夫妻的缘分就已经到头了 第一刀就是冷战刀了 夫妻吵架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么呢 可怕的是不说话 有的妻子 他一闹矛盾就不说话 一沟通就沉默 哪怕是老公想主动的跟他解决问题 他也是总对老公爱答不理的 想要用冷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想要用冷战的方式去逼迫老公去妥协 非得让老公哄着 非得让老公先低头 可你知道吗 时间久了 哪怕你的老公再爱你 也会被你的冷漠消耗了你的热情 因为冷暴力就是伤害夫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手榴弹 时间一到手榴弹就自然的爆炸了 第二把呢 就是扁低 再说清楚一点 第二把刀就是扁低 有的气质呢 就是总是对外人夸赞有加 唯独对自己的老公是尖酸刻薄 总会不分场合的挖苦自己的老公 动不动就是在亲戚朋友面前接老公的短 说老公的能力不行 赚钱不够多 还有总是拿老公跟别人比 说说 天天说老公比不上谁谁谁 是吧 每个人都有自尊心 扁低 自己的老公有什么好处呢 不仅仅是让外人看笑话 还破坏了自己的夫妻关系 所以聪明的妻子大家都知道 在外面多给男人留一点面子 回家以后才有理智 那第三把刀呢 就是背叛刀 背叛是一把锋利的刀 这对这一刀对一个男人来说无疑就是最致命的 我的天哪 因为背叛带给一个人的伤害几乎是无法治愈的 它会让一个男生失去对婚姻的期待 人性的信任 所以一旦你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哪怕是丈夫最后选择原谅了你 留下的伤疤也会一直都在 每想起一次就会痛一次 好的婚姻应该是两个人同时一起拿着刀 搞定这个新浪的世界 而不是在这个新浪的世界里拿着刀 互相伤害对方的心 我是小梅哥 男人也渴望被理解被尊重 感谢大家的支持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拜拜 这里呢是一个小夜市街啊 在郊区的 外面有打麻将的 还有夜宵啊 柠檬茶啊 还有喝点小酒的啊 都有啊 出来逛一下 有时候望着高高的天 像忍住泪水 很有需要的可以出来逛一下 逛一下看看